Dear Mother, I'm writing from our hotel at Saj Beach 台北市信义区公所从107年开办至今的新移民英语班 课程内容丰富 老师教导新移民姐妹们从认识音标、基础发音学起 再进阶到生活英文和旅游英文 今年的课程还特别融入了唱歌学英文 学员们展现丰富的学习成果 我们应该像拍戏一样 Action 1,2,3,Action 好,来开始了 Ladies and gentlemen Our English class is named Life and Traveling English Today, we will read a letter Dear Mother Dear Mother And sing a song Big, Big World Big, Big World Hope you will enjoy our shows Thank you Big, Big Girl In the Big, Big World It's not a big, big thing If you leave me But I do, do feel That I do, do will miss you much Miss you much 因为我们是主题说是Traveling English 之后随着慢慢开放 大家出去玩 就可能会订酒店 吃东西都会用英文点单 这样子会用到 因为我本身有一点英文基础 所以在一起跟大家一起玩 沟通 他们就学我当班长 单词重任 然后单词都很开心 大家都对我很友善 都很好 我觉得蛮有意义的 像我们在进修的过程当中 英文还蛮普遍的 像我们以后可能小朋友在问某些问题的时候 是对我们会有比较大的帮助 还有就是以后旅游啊 或者是说生活当中啊 都会比较频繁出现的 而且现在曲工所办的新移民活动 它变得很多元 它不会仅限于说像什么餐饮啊 或者是说像一些手作课程 我觉得语言这个还是蛮好的 对我们的帮助特别大 那我们在上课大部分都着重让他们讲 因为他们是主人嘛 那所以 那这个学期就比较不一样了 同学们对发音已经有了概念 那我们就开始往世界走过去 因为这个班一开始就是旅游英文 那旅游里面有很多的文化的部分 那所以我后来就在这个第一堂课 第二堂课就是把让他们看智慧发音的部分 做一个review 那整个下来 大家的接受度还不错 看到智知道发音 然后知道轻重音 然后当到智会有联音 所以后来新住民有很多同学 因为他们会跳舞 然后有的多彩多艺 后来我们这次就用了唱歌的方式 就放入了唱歌的元素 我们交了三首歌 那这次他们 他们还不错 从歌里面呢 联音就联得很漂亮 对 然后大家也会有点感受 透过课程快乐学英文之外 学员们也结交到许多好朋友 具有跳舞专长的学员 也在节夜典礼中 带领大家一起跳舞 气氛相当欢乐 疫情期间 大家都很难在一起相聚 那这次上课就很珍惜这个机会 大家在一起 然后学习英文是一个 好像是媒介 让大家心在一起可以一起学习 然后每个同学可以在一起嘻嘻哈哈的互动 这个机会在疫情下就越来越珍贵那种感觉 然后大家因为这次疫情也感觉都快过去了 那么大家在一起开开心心的 希望来年有更好的像这样的一样的课程 大家在一起交朋友啊 跟老师都很开心 老师对我们也非常非常的nice 所以而且我们学了这个英文呢 那以后就是在生活中 也会有常常用到了 所以非常实用 因为可以认识很多的新住民朋友 然后就每个人的才能都蛮无限的 然后就会比如说有的舞蹈团的 然后有一些是餐饮的 然后我们就会在课堂上有个大融合 对 我觉得还不错就是有些同学从第一期上到现在 他们真的是从不懂到懂了 看到只会念的 然后他有信心跟孩子来互动 所以我们都是focus在最基本的 然后不怕慢就是也不怕 也不怕念的少 就是把会的东西你就表达的非常的完整 所以他们基本上会用 我们说我们出口不要成智 出口就用出口就成句 简单的造句并不难 对那大概就是我们这一学期的主轴 从发音的地方跨越到生活的英文 然后跨越到旅游的英文 对然后现在有唱歌的部分的元素就出来 所以表演这次会比较精彩 那我们当初是因为新移民 他其实从别的国家来到我们台湾 他有本身有这样的需求 那所以我们就连续开了两年 那当时也是因为有新移民的建议 好我们在参与市预算的时候 他们有提议 对所以我们就把它纳入课程 那他们自己也非常享受这个课程 那尤其呢英语班的部分呢 可以有唱歌用唱歌的方式 让他们更觉得不会太生硬 或者是带一点那个活泼的气氛 对那我们非常开心 他们今天有一个这样的一个成果表演 参与的学员说感谢新移区公所多年来开办多元种类的新移民学习课程 尤其是英语课让他们受用很多 不论是陪伴孩子学习 或是外出旅游都有很大的注意 新移民习课程 记者陈淑萍台北报导 记者陈淑萍台北报导